大家好我是小屁 這部影片要來介紹日服11月3號的更新重點分析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這個萬聖節2的活動 這個是持續到17號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段期間內這個歐瑞春會出現萬聖節活動商人 他他販售東西有之前可以塞卡池的那些惡夢捷克盔甲跟捷克武武器 之類的那你這個充裝是可以塞卡池的 但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事情是他給你無限的買 百五百房而且都是便宜的 百房6萬百五七萬五而且 販售的百五百房是可以點其他的裝備的這是無限購買喔 所以你今天你如果你的天幣夠的話你可以來充充看 但是他這一次充這個東西就只能拿來開卡池而已 那這個卡池的部分就跟之前一樣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接下來是哈丁的感恩節活動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這段期間哈丁的移動 哈丁的傳送全部免費 之前都要用藍鑽嘛現在是變成全部免費 喔這很佛啊 所以大家要記得來使用這個哈丁的傳送喔 接著是秋季的禮包的部分 這是持續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他有兩包 一包是2000藍鑽可以買4次 內容物的話是這個才獲選擇箱一個 那才獲選擇箱是可以選擇守護士一個 或是高級變身娃娃抽兩個 或者是這個200顆龍之鑽石 第二個就是龍之聖水十罐 然後三臂箱各兩箱 跟秋之製作憑證 那這個秋之製作憑證 他是可以用來 兩個可以用來製作5萬名譽幣 一個可以製作這個 秋天商人變身箱 這製作劇率是10% 4個就是100%製作這個秋天商人變身箱 那這個秋天商人變身箱打開 會有機率獲得 稀有變身 那也有可能會獲得這個軍王 跟大法官的變身 稀有變身的部分 他會有愛爾摩 波洛斯妖魔 還有聖帝侏 那接著就是巨大系列這樣子 紅色妖魔 但是這個是機率獲得的 所以大家 要看清楚 第二箱是1000鑽的 然後只能買兩次 內容物的話是100顆龍鑽 然後三顆補充寶石 三臂箱各 一箱這樣子 那這一次也更改了神聖劍士跟暗內騎士的技能 但是這不是大改 我們就來看一下 神聖劍士精通的觸發機率上升 然後 神聖恩典的最大回復量增加 暗奇的部分 衝暈 白衝 跟這個紫衝 如果成功衝暈的話 對方的減傷都會減少 然後 模仿也會減少 然後暗內盔甲的部分 則是 最大HP會增加 暗內不死 如果成功放到的話 對方的抗暈會下降 然後模仿也會下降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日服11月3號更新重點分析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N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大家拜拜 ба-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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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